传邓普方给两会代表的一封公开信。 转自新高地网站,作者,邓普方,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长子。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总市长。 以下是公开信全文。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两会即将召开,在这个特殊时期,我知道大家近来的心情都很复杂,心中都有许多疑惑得不到解答,有些话想说又不敢说,有些问题想问又不敢问,甚至来北京参加两会都是战战兢兢。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 近十年来,因身体原因,我早已不过问正事了。 然而,这几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些还是事关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此时还没有人站出说话,可能今后想说也没有机会再说了。 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今天我给大家写这封公开信,主要想提出几个问题,以供大家思考。 一、作为两会代表,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要,还是保护某个专权者的权位重要? 二、宪法明确规定,两会代表有权监督和纠正中央政府的各种错误决定,可前几年,中央推出了妄议罪,今年又推出了不知敬畏罪。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认为两会代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三、当权者要定于一尊。 请问代表们,我国的一尊究竟是皇家世袭的皇帝? 还是民选的总统? 还是党内公投产生的总书记? 既然都不是,美他又是谁的一尊吗? 四、面对中央屡次出现重大错误,党员提意见是妄议中央,民众提意见叫删颠。 请问代表们,我们的国家又究竟是谁的国家? 五、武汉肺炎已蔓延到全世界,中央是否拖延了防控时间? 又是否向公众隐瞒了疫情真相? 我们该不该给全世界人民有个交代? 谁又该对这次疫情失控负主要责任? 六、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恶化,中央主要领导人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七、香港动荡已持续近一年了,究竟是谁破坏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大好局面? 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八、一带一路无理性投入,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不顾国际民生,中央主要领导人仅凭个人好物对外四处大洒币, 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如今项目要流产了,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九、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也不经过专家论证,中央主要领导仅凭几个人的建议就拍脑袋决定投资上万亿建一个雄安新区,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如今项目流产了,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十、台湾与大陆为何会渐行渐远? 中央对此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十一、大批外企撤离中国,大量民企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与中央的错误决策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十二、现任领导借助手中权力为自己修宪取消任期制,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如果谁有权就可以为自己立法,国家宪法又有何用? 十三、中央已作出决定,准备重拾早已被世界所淘汰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究竟是为了稳固个人政权? 还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 十四、近几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国家信用荡然无存,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十五、为了阻止老同志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集体动议,中央居然动用军警把一批老同志和现任党政军大员都加以特殊保护,名为特殊保护,实际上是限制通讯,限制行动自由,限制客人造访,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又是谁给了他这种权利? 各位代表,你们肩上都被赋予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我相信大家都不会糊涂。 当你们在行使自己的表决权时,应该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是对某个当权者负责。 否则,我们都会成为千古罪人。 最后,祝各位代表身体安康。 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共党员邓普方 2020年4月30日写于北京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 中国4月29号公布了今年全国两会召开的日期 全国政协和人大将分别于5月21号和22号在北京召开。 受新冠疫情影响,原定于3月上旬召开的两会被迫推迟,为1985年以来首次。 两会日期的确定对北京而言有什么意义? 有哪些议题会在两会上重点讨论? 推迟后的两会看点又有哪些? 我们今天邀请到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先行点评。 吴强博士,谢谢您介绍我们采访关于中国,现在是全国两会日期已经刚刚公布了,一个是5月21号是政协,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大也是5月22号,现在公布出这样一个两会的一个日期,就您来看的话,它有哪些意义呢? 是不是说现在中国政府对于这个疫情来说已经相当有信心,这个疫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才在这个时期把这个两会的日期公布出来呢? 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是相反的,并不是疫情得到控制,然后再开两会。 实际上两会的日期的确定,我在此前两个月,其实在一些媒体就已经跟他们做了一些判断和分析,基本上在5月底召开,我跟他们说。 那么由这么一个倒推,我们看,其实过去几个月,北京当局做的几乎或者说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在围绕着保证两会召开,比如说北京的各种严控,其他地方放松了,北京是最严的控制。 那么现在为了两会召开,公布日期之后,北京和很多地方开始把防疫等级从一级响应降到二级响应,包括习此前到武汉。 我们看其实一切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两会的召开,两会的召开其实是中国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一年一度,一年两次的政治舞台当中最重要的一次。 当然我们知道上半年是两会,下半年秋季是党的代表大会召开。 这是中国其实是少有的,几乎是唯二的两个一年两次的政治公开的政治舞台,那么召开两会才代表的中国政治生活是正常。 那么当然这次是瘟疫情况下它被推迟,其实当局很不愿意被推迟,推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明白是政治生活受到了干扰,受到了中断。 那么也意味着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受到了破坏。 但是我们知道在从一开始到现在,北京从来没有宣布过进入紧急状态,那么这事实上是采取紧急状态的做法了,剥夺公民的各种的宪法权利,然后再进行防疫。 但是它又没有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宪法也没有对紧急状态有任何的规定,但是两会却因此无限期的推迟。 所以这个实际上让国内国际各个方面都对北京的抗疫是否真的成功,对于政治生活到底受到多大冲击,其实都抱了很多的怀疑。 其实在这意义上讲,尤其在当下,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当中。 而且为了防疫,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四个月,财政第一次发行了这个13年以来的第一次特别的国债。 换句话说,两会我们先不管它的立法,其他的这些政治团结上的意义,至少年度预算,这是需要两会的形式上和程序上的批准。 那么对于财政来说,这是非常迫切的事情,需要即刻的招下两会,让财政预算先过了关,其他都好说。 那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两会现在日期是确定了,一个5月21号,一个5月22号,分别政协和人大。 那就是会期,按照过去的这个惯例来说,通常是一个多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到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现在这次这个两会会不会是变得一个缩水版的,浓缩版的,或者说是,有人说是非常短短短的,这么一个两会呢? 是的,通常过去的两会,通常是10天左右,也有个别长的两会,延长到14天。 当然这是从政协开会算起到人大。 到了这一步呢,我觉得我不被带走,不被隔离,也不太可能了。 这是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李泽华,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只身逆流而上,进入武汉,通过海外油管频道,报道他在武汉的所见所闻。 他录制这段视频时,国宝正在门外,要他开门。 但是我想重新的是,我,不愧于自己,不愧于我的父母,不愧于我的家庭, 也不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不愧于我学的传媒,我也不愧于这个国家,我们要做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我李泽华,今年25岁。 从央市辞职的李泽华今年2月前往武汉,先后走访了在封城前夕举行万家宴的百步亭社区,宣称天下招聘班师公的当地兵营馆等地,并把视频发到了他的油管频道上。 2月26号,他驱车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却被不明车辆追赌,当晚就在家中被带走。 却在上周,失踪了近两个月的李泽华终于现身。 他在网上发视频说,他事发当天被带到了一家当地派出所,在被审讯了一天后,警方告知他不予处罚, 却以他曾到过高危疫区为由,对其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强制隔离,期间有专人看守。 4月底隔离结束后,他就回到了家人身边。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将至之际,本台记者通过采访多位前公民记者、独立媒体人、民运人士、武汉市民和学者, 盘点了疫情期间被噤声的中国公民。 他们的遭遇告诉我们,在这场疫情期间,北京当局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打压。 现居华盛顿的前中国新公民运动参与者袁东说,北京当局打压公民言论的力度近期再况新高。 除了李泽华,袁东提到的自媒体人显然还有方斌和陈秋实。 疫情爆发后,武汉市民方斌凭着他对武汉的了解,第一时间深入当地社区,探访事件真相。 准了他大麻烦的,似乎是一段他2月1号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拍摄的视频。 当晚,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就以彻体温为由闯入他家中,并将他带走。 古北围围围网站民生观察网发消息说,警方随后对方斌做了笔录,并警告他不要再私自调查疫情,发布相关视频,随后将他释放。 2月9号,也就是方斌再次失联的前一天,他发布了一段十几秒钟的视频。 视频中,他念出了自己写下的八个大字,全民反抗,反正愚民。 据悉,武汉警方次日破门而入,再次把他抓走,至今他仍然下落不明。 另一位失联的公民记者是在国内被称作文艺律师的陈秋实。 1月24号大年初一,陈秋实以公民记者的身份抵达武汉,随后走访了全市各大医院、殡仪馆等场所,并上传了相关视频。 一个星期后,陈秋实在一段题为资源紧缺,疫情紧急的视频中表达了自己的不安, 直指,我前面是病毒,我后面是中国的法律和行政力量。 但他表示,这不会动摇他的决心。 只要我活在这个城市,我会继续做我的报道,我只说我看见的,我听见的。 我今天把狠话撂开,我连死都不怕,我怕你共产党吗? 2月7号凌晨,陈秋实的母亲在网上发视频说,陈秋实当晚准备去方舱医院,之后去失联了。 他的一位好友随后表示,陈秋实已被当局强制隔离。 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仍然下落不明。 认识陈秋实的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表示,这几位公民记者对外发布消息是为了填补官方的信息空白。 他们只不过是在关注这个疫情中心武汉到底成了什么样子,人民遭受到什么样的不幸,我觉得这个人之惨忠。 比起那些在外面用视频记录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还有一群动笔杆子的中国人冒的是另一种风险,但他们同样难逃被晋升的命运。 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是武汉作家方方了。 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他在封城后不久就开始写日记,最后两个月里几乎从未间断,尽管众多网友赞赏方方的胆量和毅力,也有一些人表示他是在散布负面情绪,无异于抗议。 4月初,武汉宣布解封,方方日记的英文版和德文版也在网上开始预售,新书消息一出,更是激起了国内左派的讨伐。 有人说,这期日记将会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一把屠刀。 武汉市民刘东东周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网络封锁,他直到当天才从本台记者口中了解到上述三位公民记者的存在,可见国内消息渠道的匮乏。 即便如此,刘东东说,在封城的那段日子里,他在微博上读完了方方日记,在他看来,方方这样的人实在难得。 他敢于以义起资历为老百姓说话,我们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啊等等,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 他作为一个退休了的,他能够出来说话,这就可能了不起。 比起方方这位还算是体制内的人物,另一些笔者的遭遇似乎更为严酷。 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徐志勇一月底在网上发表劝退书,奉劝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退位。 徐志勇在文中痛斥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防疫工作一片狼藉。 二月中旬,徐志勇在一位广州律师家中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三月,人称人大炮的北京房地产大佬任志强一次在网上发文说,习近平是曝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还痛批中共极权体制对防疫工作造成的威胁。 四月七号,北京当局发公告说,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不但对公众人物进行打压,也对普通民众间的信息交流严加管控。 中国公安部表示,截至2月21号,各地警方查处了5500多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及有害信息的案件。 国际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上个月发报告说,他们近期收集了近900起相关案件显示,这些涉案人员都是因为在网上发表或分享关于新冠疫情的言论或信息而被处罚的。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迁表示,中国政府近年来千方百计地试图垄断国内信息渠道,这让民众几乎丧失了核实信息的能力。 因此,散布谣言的制宗罪到头来不在民间,而在朝廷。 2月7号,也是属武汉市民方兵失联的前几天,他在一段视频中慷慨欺扬地呼吁人们践行言论自由,而这股力量是无穷的。 所有的清醒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力量。 从今天开始,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要把真相传播出去。 今天的武汉非援,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自由爱之电台记者,江澳,华士诺报道。 科学的两个字,进入了中国的这个视野之后呢,就变成了一种天条,好像是不言之名的一种真理。 所以,恩德基尔森是马上是科学的哲学,科学共产主义,一直到胡锦涛还讲科学发展观。 这个科学实际上是在中国五四开始被滥用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机专题老康炳竹,五四运动一百年, 细看民主科学两兄弟。 我是主持人北宁。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追求的民主,是英美自由价值传统,还是法国多数暴政的传统? 五四运动追求的科学,指向西方文明追求真理的精神,还是指向万物定于一尊的教条,或中国经事致用的基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向政治激进主义的时期,作为对立面的中国的保守主义,有什么表现?命运如何? 这一次,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日的这个时候,我邀请中国独立学人,西方思想史学者王康先生,分析五四运动率先提出至今尚未实现的两个价值,民主与科学。 我们这一次也要看一看,中国思想谱系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后来的命运。 老康,至今,人们认为的五四运动呢,有两个价值或者两个目标,那就是民主和科学,这一直以来在汉语世界它是正面的价值。 但是,五四运动过去一百年之后,我们对于西方的文明,西方的价值,西方的这个社会运动和走向,有了更为深入的观察和体验。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您怎么来分析当年的这两个价值呢? 五四运动所谓的科学啊,其实这些经济年和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本身没有一个是学自然科学的,也不懂科学理论。 科学理论,按照爱因斯坦那种科学的态度的观点来看,根本跟人类的命运没有关系。 它就是探讨自然界的那种某种潜在的那种内在的规律,而且有没有规律,还要存疑问。 而那个科学的两个字,进入了中国的这个视野之后呢,就变成了一种一种天条,好像是不言之名的一种真理。 所以,恩格斯也称马克思是科学的哲学,科学共产主义,一直到胡锦涛还要讲科学发展观。 这个科学实际上是在中国五四开始被滥用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科学实际上是属于自然界的人类头脑的一种反应,一旦把这种科学的这种规律性,决定性的东西, 依由于人类的这个生活和命运当中来,必然走向极权主义。 第二就是民主。 民主这也是大有问题的。 恰恰是在五四前后,欧洲的民主,法国纳革命就是雅各宾派的民主,就是暴民政治。 法国纳革命最严重的受到埃德蒙·伯克的批判,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他因为数量的巨大,那么他就自认为这个,把自由转化为一种民主。 这种这种民主是暴民的民主。 那么在共产党直接过来之后,法国纳革命直接启发了俄国的革命。 法国纳革命的流风雨响,直接影响了列宁这帮人。 所谓的这个民主和共产党人所要依赖的工具,实际上是影响了内在的一种呼应关系。 因为共产党要唤起工农,要依靠数量的巨大来打倒所谓的少数的自民家和地主的统治。 所以这种一旦把民主作为喊着政权响之后,在中国就必然是一种暴民的,当时叫鼠民的胜利嘛。 李大刀在星期年发表的重要文章,鼠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的俄文本来就是多数的意思,就是以数量战胜少数。 而你们美国,英美的国家,由于是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注定了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到要防止暴民政策,防止多数人的这种专制。 所以一定要有保护少数人,尤其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各种各样的权利的这种制约的条款。 所以,五四的这种激进主义啊,科学和民主两大口号,都是有问题的。 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莫索里尼,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党,尤其是西特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都是依靠选举上台的。 他们这个靠民主一人一票上台之后,造成的这种历史的灾难性,现在说得很清楚了。 中国当时的情况,您能解读一下吗? 在中国同样如此,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一个里程卑视的思想就是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而不是旧民主。 所以对民主,他们有他们特定的一种解释,根本就不是广泛的,也没有,也确实很难说有的广泛的,放诸丝含而皆准的,做一种普遍真理的那种民主。 而这种民主在1919年,在新今年提出来之后,它不是极尽的问题,它很容易的一步就转向了这种所谓俗名的胜利。 就是暴云的多数人的胜利,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套。 老康,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现在谈到了一个将会非常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五四两个基本价值的质疑,你要记得在1989年的时候,民主和科学还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价值。 实际上在今天,很多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依然是这两个价值是在保守着,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想补充您的一点就是,关于科学,以科学替代真理,也就是科学主义或科学迷信,它实际上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的一个结果,就是它导致人类走向唯物主义。 这是一。第二,关于民主,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法国的价值,法国大革命的价值是民主,但是美国的价值是自由。 美国的价值最明显的是铸造在它的这个国家的硬币上,这硬币上有美国三位一体的这个价值的文字。 第一,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 第二,自由,freedom。 第三,合众,就是one from many,就是共和,合众。 这是美国的价值,自由与平等是对立的,平等与民主是共生的,这跟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和价值确实是不同的,跟中国五四时期所倡导的那个民主的内涵和科学的内涵也是不同的。 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没说清楚,就是明白,明白。 以后我们有时间还要深入的讨论,现在我再问您,我必须要插一句。 我现在如果吸取一百年的这个惨重的教训,包括思想史上的教训,那么自由比民主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 当时更重要,现在也同样如此。 共和比科学,但是完全不是一种层次的概念,那也更重要。 所以共和和自由,加上这个陈雪先生所强调的独立,这三个概念对于中国来说,比这个民主,因为科学跟人类的这个现代命运根本没有关系。 那中国亚特国五四运动也是,它是白话文运动,批判传统,跟科学就毫无关系。 科学,它跟人类产生的关系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它施加于人类的附带这种影响。 所以美国人如果说要专门要做个节目的话,就是美国的合众,就是共和,或者叫立宪,美国的自由,首位的这种精神,还有我觉得特别强的,就是这种独立。 还有一个信仰,这个基督教是美国立国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跟这个科学主义是对立的,因为科学主义一定是唯物主义,因为它就是可证的,实证的,试验的,这个走向,而且... 那也不一定,科学家都不一定是唯物主义的,很多科学家都是前提宗教徒。 我说的是科学,而不是研究科学的人,当然我们都知道像爱因斯坦尤敦,尤敦,他们都有上帝的观念。 而且很多宗教人士也研究科学,像达赖喇嘛,他现在跟全世界各地的著名的科学家,一块来探讨人体的某些特异的功能,一些神秘的一现象。 科学到了顶端,就跟宗教当然就是联手了,互为印证了,但是中国,我说的是五四时候提到的这个科学,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它主要,它来自于世俗的一种需要,它需要船尖泡利,需要改革现代生活,它需要现代化设备,实际上这种科学并不是西方人真正的一种科学精神,它实际上是精识致用的一种技术。 它是中国的老的鲁家传统的一种现代表述,就是格物自知,简称格智这个东西。 后来格智就逐渐站出来,然后用科学来替代,就通过经验,通过试验,然后来验证某种这种程度的真理。 但是科学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天调,就是一种放诸四孩皆准的一种普遍真理。 这个演变过程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总而言之,武术运动提出来的这个民主义科学,这个Science和Democracy, 这两大口号实际上本身是强烈的质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客观叙事,理性之光,朝然风格,批判姿态。 独立视角,一家之言,抚养天地,结成心得。 非官方色彩,非党派立场。 解读与评论,国际现当代重大历史文化事件与人物。 请听华盛顿首季不定期专题。 中国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论坛,老康秉除。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讨论以后能够引起更多的争议和讨论。 我们下面再接着往下走。 我这个下面的问题,其实我是想说的是,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与激进主义对立的中国保守主义, 一直没有缺席,它一直存在过。 比方说像学恒派的维光迪、吴密, 这都是中间性的人物。 而且为首的新人文主义者是一个美国人, 是哈佛大学他们的老师,是一个教授, 他汉学名字叫白毕德。 对,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 他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当时不懂, 他全是由他的这些中国学生介绍给他们的。 而中国学生,由于这个来自西方文化中心的人, 对中国传统的这种青睐,这种重视,这种有兴趣,这种研究, 使得他们也反思了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西方文化中的位置。 所以他们这些, 吴密尔·梅光迪,他们这些学恒派的人, 他们这保守主义者,他们并不是每天弄一长辫子, 俩手揣着袖筒穿一大长袍子, 在固执堆里头,就是老古董。 他们不是的,他们是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之后, 返回来才更加确认自己中国文化的传统。 所以我认为他们是有缘可硕的。 可是他们当时就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抗衡五四激进主义的力量。 就是为什么我想问的就是, 到现在我们研究五四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仔细地寻找, 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以至于就是这个五四的激进主义呢, 思潮呢就产生了像陈独秀啊鲁迅啊这些人, 以至于共产主义思潮呢成为中国激进运动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思想资源。 五四前后,学恒派、东方文化派以科学之争, 至少在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政治界、官僚界是非常有影响的。 学恒派的、学恒这个判务的创刊, 1912年创刊的时候,它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铲求真理、 昌明国粹与荣化新知。 那是科学论战有一次是吧?很重要的。 对,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知识,无偏无党,不急不随。 梅光碧也好,吴明也好,吴仙孝也好, 刘逸征也好,刘伯明也好,马宗贺也好, 全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或者德国回来的。 后来的新中家很多,也是这样的。 反而,所谓的新青年的那些主要的人物, 李大昭、陈独秀、钱玄同,都是从日本回来的。 而日本恰恰是欧洲激进主义的,在东方的一个重要的移战,转运战。 从美国回来的这一帮人,你看胡适也相对比较温和。 对对对。 这批学恒派是更是如此。 对胡适的评价差你一句,对胡适的评价是, 他虽然主张新文化运动,他自己的价值和人生方式是传统的,是中国传统的。 对,学恒派啊,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两点。 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具有永恒的价值, 是构成民族现代文化复兴的基石。 而孔夫只是中国文化的极大成者和开创者。 武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轴。 同时他们也认为,就是西方的主流文化,你注意一定是主流文化,和中国的正统文化。 主流文化就是西方的两栖源头,一个西伯来,一个是希腊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都是中国的正统文化。 这两者之间完全可以进行对话。 在学理上,在事实上,在精神上,都可以进行广泛的对话。 这种对话是解决当今人生和世界问题的,在他们看来这批学恒派来,根本的通道。 他们之所以后来没有影响,不是当时没有影响,当时影响大的了。 他就是后来因为国内战争,因为抗日战争,尤其因为1949年之后,保守主义的完全被镇压下去了。 他当然没有影响。 一直到现在,这些新的第二、第三代,现代的这些所谓的公知们,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对学恒派,对中国文化,中方文化派,不屑一顾,也根本不了解。 当然主要是完全没有这种风尚了,完全没有这个土壤了。 这个是将近七八十年来的这种大的一种变局的造成的一个恶果。 在当年的学恒派也好,中方文化派也好,都要选他们影响可大。 可以说当时中国的文化界基本上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所以你认为这个学恒派和这个保守主义在中国没有形成一种思潮,没有平衡了这个后来的激进主义,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被打断了? 不光是日本的侵略战争。 我就是要问你,他为什么到现在中国还是激进主义战上风? 这关键是1949年之后,中国建立了一个苏式的,这么一个苏非安式的政权。 这个政权存在的基础是意识形态了。 那么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都全面的出局了,都被离庭扫兴了。 不光是抗战争,抗战争恰恰。 35年的时候,还有王兴敏史教授的关于中国文化,本体文化的宣言,还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小洋村嘛。 但是这一切都被这个历史事件打断,最重要的是俄国的历史事件。 其次是1921年创建中国共产党。 第三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公然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武装保卫苏联的这个中华苏维共和国。 然后再过13年1949年,完全把中国建立成一个斯大里模式的一个苏联国家。 很简单,我开始就强调,中国的思想文化如果随着它很天然的,很随机的发展的话,它可能平衡发展。 就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所有的非西方国家,甚至包括西方国家,现在的美国也一样,都很自然存在。 他们的竞争发展,彼此变难,彼此批判,是文化生态的那个健康的状态。 有机的这个支撑物,但是它老是被这个意识事件,尤其被政治事件,甚至被军事事件所打断。 这个文人有什么,有什么办法? 我知道,对对对,我想到了。 因为这个五四运动几年之后,就是科学论战就开始了,这种论战至少在文化层面上它是平衡的。 但是呢,等到日本人逼近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个学恒派的这帮蒋亭福,丁文江,当时就认为中国不能搞民主了,得需要一种独裁。 他们认为这个不独裁抗日战争解决不了,必须有一个中心力量把全国统一起来。 他们当时只是一个急救章,然而一个一个策论,就好像是一个政策,就是对付国难当头的情况。 但是他们实际上也是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的。 所以,除了1949年,这是最大的一个转折,一个钻牙。 对啊,我觉得还是要,他们不是这么一个急救章。 你看雄实力和梁树民办了复兴书院,这个马一福。 我说的急救章是说他们当时认为要跟国民党好好的合作,要让国民党要把大权统一起来。 它是国难当头嘛。 对。 判了就是中华文化复兴书院,目标明确的很啊。 就是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抗战的体中应有之一。 你说的这个也对,因为蒋介石在当时抗战的时候,对文化和教育。 就像生活运动嘛。 对,都非常。 都非常重视。 就是基本的教义为主的嘛。 经济和平的那些基本的信条嘛。 老康,那我又太生出一个问题了。 既然是这样,既然学恒派,既然中国的保守主义,在当时也是很有作为,也有声有色的。 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讨论五四运动的时候,就这方面的研究和资料,你必须得自己去挖掘,自己去寻找,它就没有浮出水面。 为什么这个资讯是这样子的呢? 这个意识形态,它是一个政治上的需要,是统治的需要。 它当然跟文化有关系,它是要高居于所有的文化观念理论,艺术文学之上的一种统治阶层的需要。 有一些共产党的需要。 美国哪来什么意识形态?根本就没有。 共和党也没有,民主党也没有。 中国也有,俄国也有。 这是共产主义国家。 我特别强调1919年的共产国际成立之后的,这种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有一个终极的目标,统治全世界,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那么所有一切其他的,古典的,东方的,西方的,贵族的,资本家的,所有的文化,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嘛。 马克思根根本是在共产学院说得很清楚啊。 这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看着这个天条,来制定他们的文化政策。 就把文化,一切的文化观念,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 那当然没有啊。 自由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强劲的一股力量啊。 以为胡适先生为代表的。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实际上是个三表挺立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之间也有很多变充。 新青年里面胡适也是编尾,它里面也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成分。 对,陈英俊也给新青年写文章。 对。 就连很多的激进主义者,实际上他们也有很多传统的、保守的、到家的人。 他们都是保独适世的人。 没错,没错。 正常发展就不会出现你所提的这个问题。 怎么就只有激进主义? 但是因为历史事件、因为战争、因为军事和政策的权力, 改变了中国的思想演变、思想搏纳、思想发展的百家真名的这种局面。 各位听众朋友,这次节目我们讨论的是五四运动的价值,积极思想走向。 价值与思想从来不是您餐桌上的柴米油盐,但是您不要小看思想的力量。 举个例子,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演变为上个世纪浸染东西方两半球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导致了种族屠杀、阶级屠杀、政治灭绝,全球亿万人死于非命,所有共产国家的人民都遭受奴役,您今天还生活在这样的主义里。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这一集的华盛顿手记,我邀请老康秉拙的唯一嘉宾王康先生在五四百年纪念日,细看当年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口号和价值,民主与科学的来路与去向,同时辨析中国思想运动史上五四运动复杂的思想背景, 及其后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演变。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北宁,北方的北宁见面,谢谢收听,下周再会。 一名因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向本来记者透露,自今年3月21日起,巴基斯坦禁飞所有国际航班后,一小批游客、病人、孕妇和家人病危的中国公民,一直被迫留在巴基斯坦,无法回国。 这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他曾与相关部门再三周旋,却屡交提皮球。 等于说国家不离我们,我们找巴基斯坦外交部,他们让我们找中国大使馆,我们跑去找中国大使馆,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的权限没有那么高,要等中国外交部的统一教配。 那我们又找到中国的外交部,然后外交部又把我们的信息转交到大使馆,变成了一个死循环。 本台记者致电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试图了解情况,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消息人士还提到,由于求助无门,一名患有重度抑郁症的女孩,感觉回国遥遥无期而自杀。 随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将他的遗体放置在专门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 这样的做法对滞留的人士形成巨大压力。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根本不敢在当地去抗议,我们怕如果一旦出去抗议,大使馆认为我们有问题,就把我们弄去那个传染病医院。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一向良好亲密,中国多次向巴基斯坦运送救援医疗物资, 还派遣抗议医疗增加组到当地与巴方医务人员交流。 上述消息人士向记者表示,这些运送物资的飞机本来就是客改货,按道理讲可以将滞留的中国公民安排回国,但却为了特殊原因而不愿载人。 他说,看着其他国家派出一批批撤销班机,心里很不适滋味。 民怨空飞机回去也坚决不带人,医务人员回去也是做中国的独立包机,七八个人一架不会带其他人。 民航正常航班全部是不让飞,马来西亚、英国、加拿大等撤侨的航班我们拿不到票,没办法通过第三国转机。 除了巴基斯坦外,也有一批中国公民滞留在邻近的印度。 其中一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刘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没有安排包机,所以现在在印度没有人走得了,那么以个人的名义去包机的话,更是难上淡难。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印度目前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将近三万例。 刘女士表示,印度人口密度大,将会导致疫情迅速蔓延,这是滞留当地的中国旅客非常担心。 印度的医疗条件本来就很落后,现在每天的感染人数增长得非常快,然后呢,没有检测出来的就更多。 之前呢,国家说会派班来接国民,但之后只经了几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 我想呢,现在可能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都对政府比较的没有信心。 同样被迫留守当地的还包括在塞班岛的中国公民,但不愿透露全民的林先生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塞班吃住开销大,大部分华人都想早点回国,但很多滞留人士并没有出现太多的负面情绪。 这边滞留在这里的很多人呢,都是爱过小粉红,对国内政府的一些无作为啊,似乎都没什么情绪看法。 即使有一些,呃,艺人士转一些批评政府无作为的之类的文,文字图片啊,都让这些小粉红引起亢奋,引起权力争吵。 据塞班中华总会在各微信群中发布的消息显示,负责塞班事务的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认为,塞班岛的疫情不算严重,领馆不能将公民的回中国请求列为工作重点。 消息还引述航空业内人士说,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收到国外撤侨的要求很多,国外输入的感染病例压力很大,除非特别或重大事件,一般情况下,申请包机回中国的批准可能性不大。 本台记者试图拨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电话查询情况,但电话无人接听。 香港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正认为,中国官方在是否撤侨的问题上的根本原则是, 尽量减少一些并没有必要的大规模的,即是密集式的人员这样的一个运输呢,其实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则。 其实呢,不管是从世卫组织,还是中国官方的立场,没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撤侨是必要的。 一些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小规模的撤侨,就是整个规划的非常详细的,有特别考虑的撤侨,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徐军强调,在疫情期间减少人员的运输非常必要,并指一说, 西方国家他们大规模从中国撤侨,有没有防止到一般的这个病毒,在欧洲以及在美国的传播呢? 数以万计的人员,他们相继的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对当地的民众的公共安全、卫生有没有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负担,是不是他们就得到一个更好的治疗或更好的一个安全环境呢? 坦白讲,我个人是相当怀疑。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法欧前也似乎就中国政府不愿撤侨给出说法,他公开斥责各别中国人闯关回国的举动,造成病毒输入,形容这个要在道义上是受到谴责的。 不愿透露全名,是留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张先生则表示,张汉辉的这番话是在制造针对在外华人的负面舆论,使得他们的回国路更加困难。 他这样一说,然后国内那些没脑子的人,然后也跟着不能让这些人回来。 核酸检测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俄国的这个能力嘛,达不到两天之内去这个结果,所以等于这个政策的就是卡我们,就是不想让你回去。 还有一个国航的飞机,机票的价很高,有一些人肯定是买不起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波滞留潮似乎让部分拥有战狼式思维的中国留学生感到撕裂尴尬。 一个名为USDollar的微信公众号近期发文,提到新浪微博账号英国红领巾,一条让海外游子评论,为祖国感到自豪的瞬间的博文。 在短短24小时内就收到1500条留言,表示疫情期间祖国帮助其他国家,但是回不去家就觉得骄傲又有什么用。 文章还特别提起张汉辉的言论,认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回归本国的权利,不应该把自己的公民拒绝门外,同时也不能认为年轻人能靠着健康包而获得自豪。 西亚洲电台记者恒结,华盛顿采访报道。 五十九岁的唐义军在浙江省工作超过四十年,2002年六月出任浙江省纪委常委兼秘书长,与同年十月转任浙江省副省长的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共事多年,被设为习近平的旧部。 2011年年初,唐义军晋升副部节,出任宁波市政协主席兼党组书记,2016年升任浙江省委常委,并曾出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两年多前正式调职苗宁。 上星期,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生坤主持的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唐义军代替当时还是司法部长的傅政华出席,引起广泛关注。 六十五岁的傅政华,已借退休年龄,上星期卸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 2018年出任司法部部长之前,傅政华长期在公安部任职。 2015年709大抓捕发生之际,他任职公安部副部长,被外界视为始作俑者。 维权律师刘晓远表示,身边的同行普遍对傅政华卸任,有正面反应。 傅政华在做司法部长,在两年做司法部长的话,确实全国有几个地方的维权律师的执照,不调效的,不出效。 他认为他对律师管控很严谋,认为换了个司法部长,他们可能会聚意点心,对律师的管控,我认为他们大的方面不会放松。 怎么认为律师这个不肯定的因素,他们这个观点我始终认为是错误的。 那你不放松的话,对律师的管控这么严,你从如何来发挥律师的作用呢? 709事件当中,有多位律师牵涉其中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2018年被注销职业许可证。 事务所的前合伙人刘晓远,其后因无法调职到其他律师所,而被注销律师执照。 他曾经向司法部在内的多个部门提出复合,但实陈大海。 中央全面依法制作委员会的办公室就这一阵司法部,我希望司法部要带头军求法律,法会,如果是法部,就不能带头军求法律,法会部门规章,你如何来到其他的部门来军行? 我认为他某次来是法律,那么有法不宜。 另一709受害律师谢燕毅认为,傅正华在709事件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又是否需要负最大责任,日后自由公论。 傅正华应该是709的参与者,决策者,在这里面提到什么样的作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也都需要证据。 只是说呢,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有这么一个推测,根据他的职责,他的职务,具体将来这个法律责任,历史责任,还有包括政治责任,怎么界定的还需要进一步实施一些真相的这个揭露。 我觉得这个实施的时间应该不会太远了。 近期,中国官场的人事变动,不少涉及所谓习近平的亲信,除了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唐一军, 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为例,还包括不少部委地方的一把手。 而目前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也是习近平的旧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陈杰仁前年8月被公安带走,时隔1年9个月,案件在湖南省贵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陈杰仁被判寻信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经营罪以及行贿罪罪罪程,判监15年,罚款701万元。 他弟弟陈伟仁被判寻信滋事罪以及敲诈勒索罪罪程,判监4年,罚款1万元。 同案另一被告刘敏,也被判寻信滋事罪罪诚,但免于刑事处罚。 陈杰仁和刘敏当情表示服从判决,不会上诉。 判决表示,陈杰仁为谋取非法利益,2015年起借网络大逼的身份,在网上发布虚假或负面信息,攻击及诋毁党政和司法机关,起哄闹事,敲诈勒索公司财务。 陈杰仁也被指在2016年1月成立北京华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没有律师职业资格情况下,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作为幌子,在自媒体上发布虚假信息,炒作相关案件,非法获利732万元,并以帮助当事人删帖为由,威胁他人,索取财务数额巨大。 法院认为,陈杰仁在共同犯罪中是组织和指挥者,其主要作用也因而判罪最重。 陈杰仁已敢于批评权贵著称,他在2018年间曾经在网上实名举报湖南邵阳市市委书记邓广燕涉嫌严重失职和读职,其后被湖南当局以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等罪名刑事强制。 他被捕后一个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他的认罪片段,当时陈杰仁承认自己是花钱写文章,借舆计监督民意敛财。 陈杰仁生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他的朋友本身是律师的郭雄伟,以出类拔萃形容他。 陈杰仁不上诉,郭雄伟并不感到意外。 在中国案件的上诉率本来就不高,上诉改参率本来也不高,这是一个事实。 本人的话,人很聪明,他那个才能的话,他确实无论从考材还是从文笔,都是出类拔萃的。 我认为按照常理,应该不至于找上一个犯这么严重罪行的道路。 但郭雄伟不愿意进一步评论法院的裁决。 据我所知,律师们还是在法律的角度上做了最大的辩护。 至于律师的观点是否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判决相关的这种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发表这个意见的话呢,我觉得也不告慎重。 罪与非罪啊,这个东西在没有见到这个全部的案件材料的情况下,怎么听说都是不负责任呢? 湖南律师罗立志相信,陈杰仁的判刑日后会成为案例。 他在网络上面的很多的这种年轻,曾经触犯了一些坚德利益的这种利益了。 所以他这个说他们中法机关,在这里像类似的信心组,是一个这种类似的人物的时候,非罪肯定会有一个先例。 不过我觉得吧,应该以后没有了。 没有什么人会输了。 香港晋汇大学学者吕炳全认为,媒体在大陆是高风险行业,经常受到当局刁难,而陈杰仁却经得起考验。 而我以往的观察,他还是一个比较感言的人,背后是有一定的这个事实基础的。 当然他所做的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高风险,比如说那个实名鼓包啊。 郭吉特社在声明中提到,李翘楚自今年2月16日被北京警方带走,指定监视拒组后,再无音讯。 被抓原因,疑似与他从事女权活动,还有许志勇参与厦门聚会有关。 李翘楚的代理律师宋玉生日前发布消息说,由于李翘楚和许志勇两人的涉嫌罪名和办案单位无法确定,律师无法和办案单位接洽。 熟悉李翘楚及许志勇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透露,当局办理案件的过程充满各种违法行为。 包括办案单位,其实就是国保了,他们躲在后面不露面,不让律师有接触的这个机会,然后那些曾经参与过这个案件,比如说昌平去东小口派出所,那边的警察也是明目张展的,就对律师封锁这个消息,律志勇的那个住宅被搜查过,现在没有人能进去,如果行防控结束的话,也不允许律志勇的亲人去那里住,说那里面安装了设备。 与此同时,李翘楚的一名要求匿名的朋友告诉记者,李翘楚被抓后,案件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李翘楚的这名朋友因安全考虑不愿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他的文字采访由我的同事薛小山代读。 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家属无法会见,律师也没有获得任何相关信息,警方也只是出示了监视居住通知书,让家人签字之后就拿走了,没让家属留下。 由于家人和律师无法与李翘楚见面,国际特资担心李翘楚正面临非人对待。 上述的李翘楚有人向记者表示,三月上旬,警察曾带出两封李翘楚手写的信件给家属。 李翘楚在信中表示自己一切安好,不过亲友们却对此表示怀疑。 他有抑郁症,我们不光担心他是否受到折磨,也担心他能否得到充分的医疗保证,他的抑郁症本来就得定期复查。 胡娟也说,去年12月,山东公安队曾前往厦门聚会的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发起大抓捕行动后,律师被迫四处躲藏期间,李翘楚被北京海定区警方以寻警姿事为由传唤,审讯24小时。 有关人员还一度利用李翘楚的病情来对他进行折磨。 当局是控制他的,服用这抗抑郁药物的权利的,就是让用一个给他制造痛苦的形式来威逼他。 他因此曾经自己把药量减半,他就是不想如果他再次被抓的时候,这个抗抑郁的药成为当局要挟他的一个手段。 在谈到中国政府是否会重判李翘楚和徐志勇时,国家分析说,徐志勇作为被当局认定的一二一三专案首要分子,并在躲藏期间发表抨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不当和独裁专制的劝退书。 加上徐志勇又是垒犯,预计官方会加倍报复徐志勇和被连带的李翘楚。 判他们重刑一方面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遭受极大的痛苦,另一方面的话,他会制造一种长大的社会恐怖氛围,让许多的人三尖其口,万马其音。 胡家补充强调,中国政府将如何处置李翘楚和徐志勇,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外社会的关注度。 虽然在疫情自虐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可能会疏于对中国政府的交涉、监督和稳责,但外界应该加强呼吁。 一定不能让共产党趁这个机会,把一些中国的非常非常优秀的像金字一样的公民,把他们派以重刑。 国际特赦的声明呼吁各界公开致信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王小红,敦促有关当局为李翘楚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确保他在被关押期间不受苦刑虐待,能够会见家人和律师。 除非李翘楚可能犯下国际公认的罪行,并且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对其进行公正审判,否则立即无条件释放李翘楚。 西亚洲电台记者韩洁,华盛顿采访报道。 来自山东青岛的高宏毅,上世纪70年代,曾在解放军38军团不予5年,其后被安排在原单位的商业局起车队, 负负责驾驶和修车。 2001年国有企业改制,商业局汽车队成为私人企业,高宏毅却拒绝解除合同,虽然后来被扣减的两年工资,经由法律诉讼获得补发之后, 却再也拿不到工资、保险与福利,被迫走上维权路。 近年多次上访经历,使高宏毅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三年前,更被以寻信姿势判刑两年。 星期二,他前往青岛的退伍军人事务部,要求调取档案,办理退休手续,却收到了坏消息。 青岛市企业托管中心委员会已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委员会列举高宏毅在2011年到2017年期间,为发泄个人不满情绪,制造社会影响, 在北京重点敏感地区,以各种方式表达诉求,并且以信仿为名起哄闹事。 委员会谴责高宏毅,身为共产党员,严重违反党规、党纪。 他星期四,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对于开除党籍他可以接受, 但问题是,自己的退休待遇被变相剥夺。 我当过兵,我当过38军的兵,38军是毛泥区的玉林军,是林彪的老部队。 我也现在不坚持公有制了,私有制也行,但是你私有制, 你也要有个法律保障吧。 65岁的高宏毅,目前倚靠每月800多块钱低报和补贴维持生计。 他说,对于上访,他感到无悔。 我负责任地向中央反映,这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有直指中央反映问题的权利。 患有肺肿瘤的黄崎母亲蒲文青, 病情越来越不乐观。 他星期四透过电话,向中央领导发出请求。 我只有一股请求,我请求中央领导,派人深入基层群众,了解黄崎案情的真相,公平公正处理黄崎案,黄崎母亲蒲文青,2020年4月30号。 生命进入倒数的蒲文青,自儿子黄崎被羁押以来,一直以各种手段争取会见,却徒劳无功,就连通电话也被禁止。 黄崎成立的维权网站六四天网,过去报道过大量维权事件,曾经为众多民主人士和访民发声。 不少人都希望为黄崎早日重获自由,蒲文青实现见到儿子的心愿,尽一分力。 星期三,有公民在微信群组发起联署,短短24小时内有超过100名全国各省市人士参与。 共同促请当局立刻把黄崎无罪释放,好让他和蒲文青母子团聚。 参与联署的四川公民谢俊彪表示,默默支持黄崎的肯定不止参与联署的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黄崎这个人帮助了很多很多这种底层的这种文权群体,访民这些,有很多很多人,太多太多人受到他的恩惠了,知道吧? 黄崎他就是起到了这个向外界给这些底层发声音的作用,知道吧? 而且就是这个签名的话,你看才一百来四人。 单说不好听点的话,他以前肯定帮助的人不止这么多,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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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这么多。 这个只是冰山一角的他们天网的一隔岩嘛,就是说永远与这个无权无士无名的弱势群体同行。 他说,联署是为了向当局表态,实际作用有多大,他们... 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知名人权捍卫者黄崎的母亲蒲文青的最后告白在网上流传。 病情严重的这位老人,继续为儿子案情伸张的同时, 希望最后见儿子一面。 黄崎1963年生四川人,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 2003年因山边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救灾,揭露豆腐扎工程。 2019年7月,四川省绵阳市中院已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二年, 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目前被关押在四川八中监狱第四间区。 黄崎患有肾功能衰竭、关心病、脑积水等多种严重疾病。 黄崎不服判决,母亲遇外为他常年维权,上访到北京。 由于黄崎是六四天网的主持,他的被捕和获刑, 以及年迈母亲的顽强上访,使此案为舆论广泛关注。 彭文清现年87岁,他的4月11日的最后自白当中说, 我在世的时间是不会长的。 他说身患几种疾病,除糖尿病外,最大的威胁是肿瘤, 而且已经扩散。 彭文清还患有急性牙髓炎,整个脸部牙齿全肿,几乎吃不下饭。 维权网4月29日最新报道,彭文清病重,呼吸困难,每天输养。 强烈要求中共当局本着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 允许狱中的黄崎立即会见病重八群母亲。 彭文清目前的状况牵动很多人。 四川知名维权人士陈云飞对美国之音说, 你看我们看那个照片啊,黄崎妈妈的照片, 我本人在两天跟他打电话,你看那个心一块直一块的, 他就是那种死人般,像那个死人般一样, 他那个脸很糟糕很糟糕。 这样的老人就真的是太让人心酸了, 希望这些老人能够的善中,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天网前义工托飞对美国之音说, 大纪元报道, 彭文清家仍住着两三个员单位, 及四川内疆第一医院的员工24小时看管他, 楼下则有另外一批人蹲点监视, 连上医院看病都被尾随。 彭文清说,当局不准他和朋友见面, 不准上北京,不准会见黄旗, 不准接受媒体采访, 也不准请人权律师。 彭文清念念不忘儿子的冤情, 希望有生之年与儿子再见一面, 同时交谈案情, 这是他最后自白中的两个要点。 他表示, 黄旗冤案是四川地方当局有人制造的, 他表示相信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 相信公检法的政策, 上面的政策是正确的。 对于人道探视, 不非说, 的确有这么个情况, 就是以后监狱和監装所都没有开放过, 但是呢,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 巴黎国外附近的情况, 还是应该就是考虑到他们家的特殊情况,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我觉得应该特事特办一下, 因为我觉得他们双方的要求不过分啊, 因为就是毕竟是那个, 就导致想看看孩子吧, 而且这个本来他的事情是一个什么的权利, 而且即便有一定情形别人家这个税数的事情, 我倒是觉得应该往来一点, 或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吧。 陈云飞则表示, 所以我在复辟中共的官员, 特别是鬼保系统的这些官员, 你看生命群就是这么瞎搞瞎折折, 无无法解, 反大包奸, 违法乱解, 如果这些还是记住他们干, 我相信他们相信这些所有的经手人权案的这个鬼保, 他们都是让那个孙力军这么操作的, 为上梁不胜下梁弯。 中共4月19日宣布, 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民间舆论最近密切关注他的下台, 对全国各地公检法系统执法操作的影响, 报道援引, 四川维权人士谢俊彪的话说, 黄岐于去年底被转到八中监狱, 预方开始以头三个月严管为由拒绝家属探视, 后来疫情爆发, 会见被禁止。 不久前浦文清曾打电话给八中监狱的预政科的杨科长, 希望能够按照规定, 每月和黄岐打一次电话, 但是却不被允许。 四川预方处理黄岐案的最新动向, 目前还不得而知。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 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 自上周四月二十三日开始, 全球的穆斯林进入了一年一度的摘月, 摘月期间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就是前往清真寺祷告。 在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中, 我们来谈谈中国新疆的清真寺, 我们知道新疆位移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这里留下了古代蒙古、波斯以及脱缺等各民族的文化古迹。 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 新疆地区有六大古迹,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此外, 新疆的天山等自然景色也被列入自然文化遗产。 不过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要谈谈新疆的清真寺。 按照法国已故,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专家 Elizabeth Aliz教授在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书中的介绍, 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早期曾经也信奉过佛教基督教, 一直到公元十世纪中期, 喀什王子皈依伊伊斯兰苏菲教派之后, 伊斯兰教才在当地获得了大规模的传播。 如果说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被认为是鉴于公元八世纪, 位移西安的话, 中国绝大多数的清真寺主要位移新疆的维吾尔族自治区。 根据来自维基百科的数字, 新疆的清真寺的总数可能在两万至四万之间。 然后最近几年来, 随着新疆的维族人遭到大规模打压, 被集体关禁, 在教育营的消息的传出, 新疆的清真寺遭到摧毁的消息也不断传出。 总部位移华盛顿的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 去年年底公布了一份报告, 进一步确认了上述消息。 这份报告提供了中国政府完全或者部分摧毁 一百多座清真寺的证件, 报告通过卫星图像、照片和证人、证词 特别详细地分析了11个清真寺和宗教场所, 其中包括公墓、马扎、圆顶和轩礼塔被摧毁的情况。 与其关注新疆事务的观察家认为, 中国官方大规模摧毁清真寺的运动始于2016年。 英国的《卫报》曾经报道说, 中国政府以清真寺整改计划为名, 以不安全建筑为理由,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拆除了数千座清真寺。 意大利关注中国宗教状况的杂志《寒冬》也在2018年报道说, 新疆地方政府在2017年与新疆哈密市陆续拆除了200间清真寺。 一名哈密市中国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向寒冬表示, 地方政府预计在2018年间拆除当地另外500间清真寺。 另外英国的独立调查网站通过中国加拿大留学生张文绍提供的信息, 通过卫星影像对比, 发现新疆有两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清真寺在2018年期间被大规模破坏。 其一是位于新疆榆田县, 据称拥有800年历史, 被中国政府列为国家级保护的历史古迹, 爱奇卡尔清真寺。 其二是鉴于1545年位于新疆荷田市的榆加满清真寺。 当然,少数消息到目前为止上无法确认, 中国官方在2018年11月份出台了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 白皮书并未对外界的指控做出回应。 不过,几乎在同一时期, 中国官方在西安召开伊斯兰教大会, 基平最近十年清真寺建筑出现阿拉伯化倾向, 强调清真寺建筑必须融合中国国情。 对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奇来说, 将清真寺建成中国模式, 突出中国风格, 这与伊斯兰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这是中国政府以中国化的名义, 彻底消灭维吾尔族人的信仰与传统文化, 最终达到政治上同化的目的。 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麦沃尔卡纳特也表示, 逐步清除维吾尔文化的实体象征, 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种族秘决的意图。 这不仅违反了国际人权的基本标准, 而且也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永久破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有关政府, 有责任阻止这种对人以及信仰的系统性的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中国新疆的清真寺遭到不断摧毁的同时, 土耳其当局却在大兴土木新建清真寺, 并且将其境内库尔德人万年古镇沉入湖底, 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为辞责的 两个国教科文组织均未对上述事件做出任何回应。 听众朋友, 以上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是由杨利宾播,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上海东方卫视记者张星亦日前在白宫记者会被特朗普总统问及来自哪里时, 回答来自台湾惹获陆尔会副主委陈明奇说, 陈明奇指出, 陆尔会将会同相关的主管机关, 依照对国家认同以及基本的忠诚度, 以及是否涉及对台统战工作, 和是否妨碍国家安全或利益等三原则进行必要的调查。 此外,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去年爆发香港反送中争民主运动之后, 北京升级对港台艺人政治审查, 有媒体称为限于令。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称, 中国官方已经口头通知各大影片平台以及影视公司, 只要不是无可取代的香港、台湾目前幕后的人员, 若没有表态是爱国者, 尽量不予采用, 而优酷、腾讯及爱奇艺等几个中国大陆主流平台, 最近与影视公司签买卖版权合约时, 合约内又增加一项条款, 指明参加演出的香港或是台湾艺人, 必须保证十年内不会因为政治取向遭到中国封杀, 如果有违约, 影片平台有权追讨赔偿。 陆委会副主委陈明奇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则说, 尚未取得相关的合约书, 不过台湾艺人近几年被强迫表态的事件评传, 说明台湾跟大陆的环境不一样, 呼吁中共当局要尊重表演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台湾演艺工会理事长慷慨则说, 目前中国官方还没有明确升级限制, 不过中国大陆主流平台确实有新增条款。 人性的爱奇艺他们有这种规定是没有错了, 他们已经为了宁幸福所发生的事情以后, 他们很害怕, 现在就合约上来加线条, 宁幸福上路有过骗子, 他们说这骗子是台湾投资的, 他不是他去拿了辅导金, 这辅导金跟台湾投资是完全两回事。 至于中国政府方面, 慷慨表示, 目前中国官方还没有明文规定已经形成什么政策升级, 只是网路上有些带风向, 也不知是真是假。 慷慨指出, 去年香港反送中事件当头, 有台湾艺人在中国大陆拍片拍到一半, 被赶回台湾, 问他什么原因, 年轻人不懂事也说不清楚, 一向对岸查问的结果, 原来是他在脸书发表与香港反送中有关的评论 和转发相关讯息, 弄得大陆方面很不愉快。 后来你们跟他沟通, 他能不能再回去拍戏呢? 戏已经改掉了, 基本内容已经改掉了, 所以已经没办法回去拍戏了。 慷慨还说, 这个病毒之前, 从大陆工作回来的人, 大概有时候快成功一千人回台湾来了。 摄影师, 有的曾光师, 有的导演那些都回来了。 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呢, 他不是说, 因为现在环境不好, 现在大家都在戏中拍了。 那时候因为放冰冰的事情以后, 就忙着很多人查税的关系, 在大陆全部派去, 就有很多人就回台湾来了。 慷慨提到, 不是只有查台湾, 大陆全面都在查税。 大家都要表彩表录, 那有人就表彩不表彩就不清楚, 他就开始查税。 那本来是查两年的税, 一边查四年的税。 这一查一下, 就很多人就预期要离开。 就为了税的关系, 他们先避避难, 有的人就回去了。 慷慨还说, 在疫情爆发之后, 拍戏都停了, 更多的人回到台湾, 到现在两边都没有工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 台北报道。 星期三,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与台湾行政院主管数码事务的政务委员唐凤, 就台湾对新冠疫情的防疫模式举行网络对话。 大西洋理事会执行副总裁威尔森指出, 台湾的成功故事远远超过他在公共卫生方面所提供的经验, 当世界上一些威权体制错误的将美国和欧洲爆发疫情当作民主制度根本弱点的证据之际, 他说台湾示范了民主体制如何运用它的核心力量, 包括透明化和公共信任来提供全球援助, 并且与美国及其民主同盟和伙伴协调有效的全球反应。 威尔森表示,台湾应对新冠肺炎的创新做法和经验, 将有助于美国及其同盟和伙伴推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让这种秩序能够比以往更为强韧和协调。 唐凤在说明台湾的防疫作为时表示, 自2003年SARS病以后,台湾就建立了应对疫情的标准程序。 去年12月31号,中国的李文亮医师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警告,被台湾网民转发,引起政府疾控人员警觉后, 疾控单位立即以SARS又来了的模式,在相关法令下,启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隔天开始,限制武汉航班入境,并动员全社会力量展开防疫工作。 唐凤说,截至4月29号为止,台湾已经连续16天没有本土感染的病例。 从这个防疫过程的启动,唐凤说,他得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是公民社会信任政府的程度,足以让他们敢在公共论坛上,谈论可能有新的SARS病爆发的事情。 第二是政府信任人民的程度,让他们能够认真地看待这个警告,把它视为是SARS病再次发生。 这是自2003年之后,大家都在准备的。 唐凤认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彼此信任,和台湾是一个开放社会有极大的关联。 对于主持人问道,在防疫中极为重要的隔离措施,例如电子围离,可能涉及监控和人民隐私的问题。 台湾人民是否对此有所担忧? 唐凤的答复是,当然这是监控,当然这也侵犯到人民的隐私。 至少在那个隔离的14天期间内是如此。 不过,他解释说,由于在SARS病期间,台湾医院曾经被隔离,台湾的宪法法庭对此有过裁决,认定这种做法并不违宪。 不过也建议,能再加以改善,例如在实施隔离时有固定的期限和范围,并尽量减少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因此,对于中央流行疫情的隔离措施有超过九成的民众表示可以接受。 唐凤再次强调,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抗疫,是因为采取了全社会的做法,这不是政府高官下令要民众服从指令,而是人民自愿遵守防疫措施,民众也会相互提醒,遵守防疫措施,以避免感染。 有了整个社会的合作,台湾才能够至今保持大致正常的生活,除了少数行业,因无法维持社交安全距离而禁止营业外,台湾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处于紧急状态,民众情绪冷静,照常上餐厅、上学和工作。 尽管台湾抗疫情的做法,得到百分之九十一民众的支持,但唐凤说,他也没有忘记,还有百分之九的人,并不接受政府的隔离措施。 虽然比起其他,生活在严格的禁足令或居家令之下的人民来说,台湾民众已经相对非常幸运,因为那些人失去更多的隐私和社会自由。 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感谢这些不接受政府防疫措施的民众。 唐凤说,这些人的确能够让政府保持诚实,他们要求政府对所有采取的作为负责,因为政府是在正常法律规范下这么做,并不是因为紧急法,才实施这些措施。 所以他要感谢这百分之九的人,因为他们让政府保持诚实,并负起责任。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这是对台湾相当友好的捷克前议长科加洛,在去年参加台湾国庆酒会时对台湾表达的祝福,而因为他一月的促势已经成了绝响。 科加洛的遗孀,维拉近日爆料说,整理丈夫的遗物发现两封威胁信件。 科加洛死前三天被中共大使张建敏邀请新年晚宴。 张建敏在密室逼迫他别去台湾。 科加洛离开会议后紧张又愤怒,要求维拉千万不要吃中方提供的任何餐点饮料。 维拉说,科加洛到死前都坚持访问台湾,强调不会对共产党压力唯唯诺诺。 此事引发台湾震撼,朝野立法委员纷纷表达关切和遗憾。 蔡英文被问及此事表示,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尊重科加洛家属的意见, 而台湾政府对科加洛表达哀悼、崇敬和感谢。 我们看到中方曾经威胁科加洛议长,如果他来台湾的话, 很多捷克企业都没有办法到中国大陆投资,一带一路也就吹了。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一带一路是以经济贸易为导向, 为政治来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这证明了一带一路其实只是中方的一个掠夺性的一个策略的工具。 前国民党及立法委员林玉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在驻在国要跟那些官员们打交道, 那中共都会想办法出发的。 前台湾驻挪威代表余德胜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 友好台湾的驻在国政要多数会受到中共的威胁。 写一封信,请他喝咖啡或喝茶, 有的时候他就是直接跟当地国的元首啊, 或者是外长啊,表示抗议或者是表示不悦, 反正多种方式啊,就是一定会出手。 中国大陆的外交官也背负了一定的责任。 余德胜提到,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翻给刘晓波, 虽然中方激烈的抗议, 但挪威政府尊重独立组织, 也就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 最后还留个空椅子, 象征在狱中不能领奖的刘晓波, 令北京相当恼火。 他没有跟挪威断交, 但他立刻冻结一切跟挪威的往来, 包含任何官方的往来,全部停顿, 在谈判中的经贸协定方面, 也全部都冻结停止,作废了。 那当然再也不买挪威的鲑鱼, 挪威鲑鱼送到大陆, 就给他来一个加强解议, 让他烂在这个码头上, 卖不出去。 最后北京以冻结与挪威六年的关系作为惩罚, 余德胜说,在外交的战场, 理想归理想,现实主义当道。 所谓勇敢决定就是说, 放弃掉利益而维护理想价值, 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有一些政治领袖对台湾愿意这样做, 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欣慰, 特别的钦佩,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那实在不容易, 实在不容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孝华台北报道。 台湾制线基金会即将向中选会正式送交制线公投提案书, 题目分别为, 您是否同意要求总统推动制定一步符合台湾现状的新宪法, 与您是否同意要求总统启动宪法改造工程。 基金会指出, 有鉴于台湾国家定位与国族意识长期混乱不清, 并在去年香港反送中与今年疫情显示, 台湾与中国关系模糊不清, 导致民众在实际生活上受到严重损害。 基金会将锁定明年8月28日, 举行台湾第一次制线公投, 进而制定一步真正符合台湾现况与事实的新宪法。 执政的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受访时表示, 制线这议题追求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相信这几乎是支持者的共识。 我觉得民间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做一个发起的话, 凝聚国人这样的一个意识, 这个是一个好事啦, 那只是当家的人你在这个时间点, 他会不会去大家来做一个顺水推舟, 那可能就有时间点的考量了。 曾经担任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的立委曾明宗受访时指出, 每个组织或任何单位要推动公投, 这是他们的权利。 能不能推得动, 能不能完成立宪或修宪, 要看社会有没有共识。 但是他怀疑现在台湾社会是否已经有共识。 没有错现在的社会反中的情绪相当的高, 但是可能涉及到反中中的相关事件的影响。 是民党有时候是说一套做一套, 他明的讲, 但是他在执行上不一定敢去推动。 那我不觉得以目前的社会要完成立宪, 可行性其实不高。 立场侵独派的台湾北社社长李川信接受本台访问时称, 目前的宪法前言是为了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这是一中宪法, 统一宪法。 如果没有去除的话, 台湾还是很难摆脱中国的阴影。 民进党可能也是关键, 民进党基本上过去他们认为说台湾必定还制定一个新的宪法, 那现在因为它执政可能就比较有一点余力, 甚至有点退缩, 那我们是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 让它更有勇气的。 这一次公投的制线基金会董事长是台独大佬郭宽敏。 今年93岁的郭宽敏, 同父异母的兄长就是前海基会董事长郭政府。 他一抛出制线话题之后,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应行时表示, 台独组织搞所谓的支线公投, 目的是什么? 大家心知肚明, 台独是逆流, 是绝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时时大家谈, 我是乔战。 美国WTI原油5月期货合约价格上周历史性的出现负值。 中国银行此后确认, WTI原油5月期货合约每桶负37.63美元的官方结算价为有效价格, 并且宣布, 根据协议, 该行原油宝产品的美国原油合约将参考这一官方结算价进行结算或移仓。 此外, 还暂停了原油宝新开仓交易。 此后, 有消息爆出, 部分购买了该行原油宝的投资者不仅赔掉了全部的保证金, 甚至出现了道歉银行钱的情况。 在这次原油宝穿仓事件中, 最大的争议是什么? 谁该为这一事件负责? 本期时时大家谈, 我们邀请到美国维基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与我们一同探讨。 好, 首先, 陈教授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 想必您也听说了这次原油宝的事件。 我们看到根据中国的财经媒体财经网报道, 中国银行的原油宝客户有6万多户。 那么财经网的报道称, 按照协议结算价统计的话, 那么这些客户的保证金, 42亿元人民币全部损失。 那么此外还道歉中国银行总计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保证金。 那先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您认为这次原油宝事件中最大的争议是什么呢? 最大的争议就是说是, 就是中国银行在是不是做到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保护他的这些投资人的利益的这个方面, 是不是做得到了。 这个事情的主要的, 主要最大的争议点呢, 就是说对错的争议点呢, 主要就是在就是中国银行是不是在早的时候, 就是不等到最后一天这个到期, 这个合同到期的时候呢, 等到最后一天才去把, 才去那个做一些动作呢, 把他的那个就是把他那个合同的换手, 所谓换手的话, 把到期的话卖掉, 然后呢再买新的, 他没有做到就是在他是等到最后一天才做的, 但是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他的一些中国的银行, 比方说是工商行的, 盟行的, 建行的, 这些银行呢, 实际上是他们知道这个事情, 最近这个情况一点比较危险的, 所以说他在几天前呢, 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手换掉了, 所以说的话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他等到的最后一刻, 第二点呢, 就是说是一个就是为叫平仓的时刻的问题, 因为在当时是4月20号晚上10点钟的时候呢, 这个中营的这个原油宝呢, 就已经去暂停一些交易了, 就是不能交易了, 照理说的这个时候呢, 按照道理来说的话, 这个时候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 也就是他们应该交割的时候了, 中国银行就应该按照当时的情况呢, 价格的进行交割, 结果呢, 出于种种原因呢, 他们没有交割, 而且是等着继续下去了, 因为, 因为当时实际上在国际原油市场呢, 还在交易, 还在进行的, 因为晚上, 中国晚上10点钟, 是这边早上的9点钟10点钟, 就是呢, 还是在交易还是进行的,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价格就发生了很快的下降了, 价格下降的速度是极其快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当时的价格曲线, 实际上是极其快的, 所以说他当时想再冲进去把它卖掉呢,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说的话就造成了这次, 这种这次算是一次事故吧, 明白, 那我们看到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说, 原油宝它是这种类似期货的这么一个产品, 但是它又不同于真正的期货, 就是很多人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这种银行的这种理财的产品, 而且我看到也有人提到, 就说这次的原油宝的这个事件, 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投资者的这个适应性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发售的对象, 很多其实它是没有这种期货投资经验的这种客户, 而他可能不太了解相关的这种风险也好, 或者交易规则, 所谓的这种小白, 然后你在这个事件中, 然后对于他们投资的时候的一些这种风险的警示, 是否做到位了, 说这也是一些人就是感觉值得探讨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我们说到这一点, 那么就又要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看到像油油宝这种产品, 它一个是有类似这种期货的这么一个产品, 但是它面对的用户当中有一部分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这种, 没有这种或者说缺乏足够的这种期货交易的这种经验的这样的投资人, 这样的客户, 那么像这种产品呢, 是否有一些保护这些投资人的这种机制呢, 这种止损的机制呢, 如果有的话, 您觉得在这次事件中, 这种机制又是否发挥作用了呢? 是的, 你说的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 实际上, 总的来说, 大部分投资人实际上都是像你说的, 他不是专业投资人, 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说的话都应该做其他的事情, 是不是? 然后的话, 投资的不过是, 这不过是花一点自己的业余时间再花在投资身上, 所以说期货投资的是, 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些衔生品的投资, 实际上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 需要有很多很多技术含量的一种交易, 所以说不是这么容易的, 但是, 所以说的话, 一般来说, 一个公司, 你推出这种理财产品, 你给了你的客户的话, 你就应该为这个事情考虑到, 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就是中国银行得到很多诟病的问题, 就是你,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基于你的客户, 不是那种特别精明的投资人, 不是职业投资人, 这样投资人的话, 这样的话, 你应该就是建立一些系统的, 完善的系统的, 让他们就是损失能够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类, 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必须要把它风险控制, 要控制得好, 不管出面你的产品设计, 或者你的交易规则, 或者你的账户设计, 等等方面, 你都要把这个功课做足, 你要是没有做足的话, 那就会造成像今天这种情况, 所以说中国银行从事后来看, 确实是没有做足, 它有些事情确实没有做好, 起码做的不如他的国内同行, 比方说不如工商行, 其他银行, 这些银行做得好, 明白, 那我们看到有消息声, 这次云有宝事件, 这个部分云有宝客户, 他们不仅是保证金赔光了, 然后还面临着盗欠银行钱的这样一种情况, 在您看来, 您认为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的责任是投资人还是银行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从责任来说, 现在不是从法律责任, 就是从道理, 道义责任来说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处在, 可能主要处在银行的多一点, 它在保护,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在保护你的投资人, 你这些就是不是太懂得这些业余的这些投资人, 你要保护他们的那个风险, 保证他们的权利的方面呢, 你没有做好, 就是说是你设计你的产品的时候, 你没有考虑的周全, 就是说即便是做多的人, 你可能就是买的人, 你要考虑到这个原油价格可能为负, 而且的话实际上是两个星期, 一个多星期, 两个星期以前, 芝加哥交易士所已经发出警告, 这个可能是走为负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你的投资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是不大好的, 明白, 但是他必定负法律责任, 法律上面有两回事情, 因为他的协议上面是写得很清楚的, 而且协议上面的话, 他没有责任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这个也就是一个很难两全的事情, 就是你的法律规定没有, 就是法律没有要求你做, 并不等于说你不应该做, 道德上面, 这些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明白, 那我们看到, 这次的这个原油宝事件, 涉及的这个用户群体, 我们看到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但是就想请教您, 您认为这次的这个原油宝事件, 仅仅是一个个别的事件呢, 还是说具有某种这种普遍性吗? 这个是, 这种事情是比较普遍的, 它不是说不是每天都发生, 但是呢, 时不时都有发生的, 这个呢在, 就是在各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金融产品的那个丰富, 它就越来越复杂, 然后你的投资人呢, 有的人呢是确实能够知道, 该怎么投资, 该怎么不顾自己, 有的投资人呢也不知道, 甚至就是说是这个发行产品的这些, 这些交易商啊, 这些那个, 这些银行呢, 他们自己有时候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的话一旦出事以后的话, 而且的话都是一些比方说, 都是相对来说新的产品, 尽管说这个原油宝来说, 在美国不是新产品, 在中国也是新的产品, 至于说到底该怎么处理, 还就是事情发生以后, 法律法规, 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也是一个未知的, 也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说的话呢, 这种事情以后呢, 随着这个金融市场的, 市场的不断发展, 不断的繁荣呢, 会一直出现的, 明白, 那您刚才提到美国, 想继续请教您就是, 美国是否也曾发生过这种类似的事件呢, 美国这个事情是一直没有断过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 就是可以说就是你要在金融, 一个很重要的一帮人在金融领域呢, 就是金融的律师, 他们就专门就来, 就来做, 就来就是切割这方面的, 责权的切割, 他们就在做这个事情, 他们就匆匆的赚很多的钱, 我举个, 说到这个呢, 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是不一定是非法的, 但是是实际上之后呢, 你还是得赔付的, 就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呢, 金融危机以前, 美国的高盛银行呢, 就是发行那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一个对冲基金的, 一个很有名的, 当时不是很有名, 现在也可以说很有名的, 这个人叫John Paulson, 他呢, 他就想, 他当时呢, 就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呢, 他就觉得呢, 就是这个, 这些, Mortgage Bag, 就是这些那个, 按揭的这些, 这些, 这些产品呢, 都是太, 估值太高, 他就想, 卖, 卖的话呢, 你要一个对手, 所以说呢, 高盛呢, 就找了一个德国银行, 就跟他做对手, 所以说那家德国银行在买, 然后呢, 这个John Paulson在卖, 为了做这个, 这个这个呢, 他就做了一个产品, 为了促成这个交易的发生, 做了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叫做Aberkis, 就算盘, 他就做了这个产品,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 做了, 就选了一些这些产品呢, 做了, 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投资组合呢, 然后呢, John Paulson的来卖, 然后呢, 这个德国银行的来卖, 结果这个事情, 做了没多久的话呢, 就是金融危机发生了, 然后这个价钱就一下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嘛, 这个John Paulson就赚了很多钱, 然后就像德国银行就亏了很多钱, 这个事情嘛, 照理说嘛,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对不对, 这个都是自由交易啊, 这个应该就这么过去了, 结果就没这么个事情, 然后的话呢, 那个, 呃, 美国的证监会呢, 就来去调查, 就是来, 并且指控了那个, 那个, 高盛银行, 就说, 你们就是, 欺负了这家德国银行, 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会, 就是你甚至是, 有准备这个价钱会跌, 为什么你有准备呢, 因为你已经, 把这些一些, 你接风险的都已经在市场上对冲掉了, 就是你不怕跌, 但是你看这家银行, 你看就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就是从道义上呢,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不对的, OK, 从今晚从法律来说呢, 这个事情很难, 就是很难找到, 就是高盛银行有什么问题, 但是的话呢, 最后呢, 高盛银行还是, 最后是愿意赔付了, 大概是五十, 五亿五千万美元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但是他也没有说是我做的, 他没有承认自己做错任何事情, 就是说这种情况呢, 是经常发生的, 你要是到美国查一下, 在网上搜一下, 就是到投资银行的, 你很少发现的, 就是他们真正会到法庭上去打这个官司的, 因为这个东西一打官司的话, 对你银行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你的银行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你的投资人, 这是你耐以生存的一个目的, 你要是没有保护你的投资人的话, 那么你就已经没有生存的余地了, 所以说的话, 这个事情一直发生的, 但是一般来说的话, 大家都银行的要求呢, 都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你是做这个生意的, 你应该是有负责, 你应该是负责保护你的投资人的, 结果你没有保护投资人, 那我们就说明是, 不管怎么说, 你是有负责的。 明白, 那么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投资人, 那么就想请教您, 对于投资人, 您有什么建议吧, 就是投资人在购买这种银行类的这种期货产品的时候, 您认为他们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话就是要保护, 就是要封控, 但是的话一般像我们这种人, 一般的就是你不是这方面的一般的投资人呢, 你不懂这个东西的, 你不懂你怎么进行封控的, 所以说的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信得过的产品, 你要找到信得过的人, 信得过的那个银行, 找他们呢, 然后呢找产品的话, 一定要把你的那个风险呢要非常明白, 就是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一定要明白, 我想在这次这个原油宝的过程中中, 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你要去跟那些原油宝的投资人去问, 说了他们, 问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原油会跌到负数的, 他们肯定不会, 不会告诉你, 他们肯定不会相信这个原油会跌到负数的, 但是这样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说的话呢, 就等等这些东西呢, 你在接触这个产品之前呢, 你一定要首先要去一家比较值得信赖的银行,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就是说是一旦有个产品的话, 你一定要清楚它最坏的情况下, 能够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还有的话呢, 就是希望呢通过那个银行的帮助你呢, 这么控制, 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下, 明白, 那周恩您刚才提到的, 我们看到这个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 这个波动是很频繁的一直持续的, 而且像我们之前看到这种历史性的这种, 出现复制的情况, 那么在之后,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再次发生, 所以我们这个投资人也好, 或者各个方也好, 都应该这个保持着时刻保持警惕, 那么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您抽时间参与我们的采访, 然后也感谢您就这话题我们带来的分析, 那么我们保持联系, 那么之后有其他的话题, 我们还要继续向您请教, 好吗, 非常感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 就这一话题为我们进行的深入分析,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 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